其实这个建案是一个 上面采光落地的景观宅 我把握一望无际的绝佳美景 同时满足一家四口的收纳需求 结合屋主喜欢的颜色 让空间成为又实用 有个人特色的家 主要两层楼的分配 一楼的部分就是以公里域 然后还有夏青房 南海房 那楼上的部分就是 主卧室跟女孩房 因为是附层的格局 多少会出现粮柱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圆弧的造型 去让它修饰 不要有那么锐一的感觉 那在廊道上其实还是有粮柱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波浪的方式去做造型 一方面也保留它的舞高 让它有跳高的感觉 附层空间其实在楼梯交界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走在 因为它会有一个机灵的空间产生 我们就把楼下机灵的空间 做成储物空间 解决屋主的松浪问题 卷光的部分我们做了大量的鞋柜 延伸过来的廊道 我们做了穿鞋椅跟抽屉松浪柜 一直延续到我们修气区的高柜 主要是屋主来自于眷村 所以其实希望我们在这次的规划设计里面 能融入这些复古的元素 在修气区其实我们就有做架高 做空间的定义 下方就做成收纳的功能 一方面因为有生命厅的设置 所以其实我们利用雷射雕刻心筋 希望它融入我们的设计里面 主要屋主是很喜欢奈良美智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用粉色桃红色 然后去做这次的色彩规划 赋予有一些童趣 也希望能够创造出屋主专有的特性 客厅的设计其实主要我们就是想保留 它大面积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窗景 柜体的部分我们就是结合粉色跟白色的 设计 因为屋主有看电影的习惯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用短胶投影 在家投影顾目 影响的部分就是希望它的客厅跟餐厅 都可以同时的互动 所以我们在电视墙的台面用了食材 那我们的餐边 中岛 我们的餐厨区 其实都用三厘石的食材台面 主要是希望它的音质能够更清脆 响亮 由于屋主很喜欢尝试新的科技 所以其实在这一间 我们融入了智能功能 在客厅跟主卧室的部分 我们的电灯窗帘这些音响设备 其实都融入在智能里面 大面积的窗帘其实屋主也可以很方便的做调节 然后海膀的部分 格格其实很有艺术细胞 它很会画画 在颜色上我们就选用明亮的黄色系 去搭配中性的绘色系 希望它在空间上能够有明亮的感觉 在入门处我们有用一个磁吸的强化玻璃 那一方面可以贴它自己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它可以用自己的绘画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 组的部分其实我们为了保留它主要的大面的窗景 我们就选用了电视柱的方式 我们也做了卧榻区 希望它能够为屋主创造一个休憩的感觉 颜色的部分我们其实作为延伸主要的空间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用粉色系 所以在化妆桌跟玻璃的展示柜 我们也用圆弧的造型去做修饰 希望能让整个空间更为的柔和 主卧室景宁睡眠的空间 其实就是一个书房的空间 我们利用灰色调去延伸我们的三片推拉门 结合我们的灰波 希望它能够呈现出男屋主的成本个性 希望它能够有一个独立的使用空间 从更衣室到主卫浴的动线 其实我们都希望它一贯 我们先进了更衣室 女主人可以更衣唤醒 之后再进入到我们的主浴 主卫浴的部分我们做了整面的静柜设计 结合独立浴缸的部分 希望能够创造出放松的空间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碰到的景观宅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设计 就是想要保留大面积的窗景 颜色部分其实我们就是以屋主喜欢的 奈良美制的作品为花响 去带入空间 希望能为它创造出属于他们个人的景观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